接下來的話 有兩個部門 銷售部跟開發部 那你這個時候 要把銷售部的總共的獎金 把它加重起來 開發部的獎金加重起來 可是問題 當然以後你遇到的狀況是 不只這兩個啦 可能很多個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Sumif來做就好了 當然你可以用If加Sum也可以啦 不過我覺得 直接用那個Sumif來做會最簡單 那首先的話 插入函數 裡面找到那個 數學 數學以及三角 那這個地方往下找 Sumif OK 往下找Sumif OK 好 那它會有三個條件 OK 按確定 第一個的話 所要加重的範圍 不過這個明顯的錯誤啦 這個根本 什麼叫 根本還沒開始判斷你怎麼就要加重 所以寫錯了 從2000到現在都沒改過 這是要 所要 判斷 所要判斷條件的範圍才對 OK 那就是這個 OK 不是要加總的方 因為要加總 加這個 不可能加這個 第二個 條件 什麼條件 銷售 銷售部 OK就這個好了 或者你打銷售部 這個才是加總 Sumif 有沒有 這個 不要搞錯了 因為同學常常 因為這個提示 而 做錯 可以確定 好 底下的話一樣 複製一下 把這個 改為 開發部 好 那等一下 有沒有辦法 做成VBA 這個地方 畫面先換給哥 這裡的話 假設我今天希望 按下一個按鈕 自動把剛剛的動作 全部完成 然後輸出到 這個 1 的 第八個 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 19 輸出到這裡 那這個地方的話 是用VBA來做判斷 所以要特別注意 一樣保一個 回圈範圍 4i等於 3到7 然後這個範圍 那做什麼呢 做一個判斷 如果 B欄裡面的資料 是銷售部的話 那就往 旁邊加 加起來 反之的話 就是 開發部的 特別注意就是 你這個地方 會需要一個觀念 就是一個 暫時存放 加總的 數值的一個變數 那最後 全部加完之後 再把這個變數裡面的值 輸出到 指定的儲存格 這個觀念一定要有 因為有些同學 沒有 所以 不太知道怎麼寫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一樣是 迴圈範圍 4i等於 3到7 7 應該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 要做邏輯判斷 如果 B欄裡面的值 是銷售部 應該也 前面有寫過 把C欄的資料加起來 可是問題 加 誰要去加 放在哪裡 這個才是關鍵 那怎麼撰寫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第一個 這個 我最後先demo給各位看 就輸出 直接執行 有沒有 這個 這個 最後的結果 Sum A Sum B 也就是說會有兩個變數 一個叫Sum A 一個叫Sum B 當然這個名稱的話 你可以自己取 不見得一定要叫這個 你可以叫A B 也可以 OK 好 那我們撰寫的方法 我想 前面這個地方應該都一樣 回圈 邏輯判斷 B欄 有沒有 等於銷售 這個應該前面都會做過 可能比較有問題的應該在這裡 如何把 如果是銷售部 把C欄的資料 加起來喔 然後呢 要存放在哪裡 存放在Sum B裡面 OK 特別注意喔 我講過喔 後面 加起來的 放前面 可是很多同學 比較 管你好像有點轉不過來 記得喔 這個意思是什麼 如果是銷售部 把1800 加上而已 那上面預設值是 沒有東西 空的 所以呢 1800 加上空的 丟過來 變多少 1800嘛 OK 然後再換下一個 也是銷售部 所以 他 1500對不對 他已經變1800了 所以再把1800 加3300 丟到前面來 所以特別注意喔 後面加完了 丟到前面去 後面加完了 就累加 一定要有這個觀念 因為發現前面 可能我自己很清楚啦 我看我知道 但是你們好像 對這個觀念就不清楚喔 所以特別注意 好 加完之後 暫時放在這裡面 那再來的話就是 開發部 1000 那因為3B本來是沒有 加了1000之後 就變1000了 一直往下走走走 OK 全部已經做完了 他是4500了 他是2500 那最後呢 就要丟到哪邊呢 指定的 主存格 哪一個 這個 跟這個 當然喔 你這邊可以用Range 當然你也可以用Sales Sales 刮5 8 豆點 然後雙引號1 雙引號 不過呢 其實你會發現啦 用Sales跟用Range 哪一個簡單呢 就用Range簡單 所以有同學講說 老師為什麼你這個地方 又用Range了 那那個地方你又用Sales 搞不清楚 其實 很簡單啦 最好判斷就是 非必要用Range最好 為什麼 因為Range很直覺嘛 那為什麼要用Sales 因為要配合回圈 對不對 因為你用Range 它是一個字串啊 那回圈特別注意喔 回圈一定要數字 你不能給它文字 因為數字才可以一直累加嘛 12345 可是你用Range放進去 糟糕 它是個文字耶 文字怎麼加 所以特別注意 一般我會用 為什麼會用Sales 非必要啦 一定是在回圈裡面 那外面這邊的話 因為沒有用回圈 所以我就用Range就好了 OK這個是我的原則啦 那可能有些同學搞不清楚 就會不知道怎麼用啊 所以這個地方 先不說明一下 然後輸出 把這個輸出到這個 把這個輸出到這個 OK就完成了 所以它的一個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變數啊 比較麻煩一些些 為什麼呢 在前面好像我都 這個沒有寫啦 如果用Function的話 恐怕要再想一下 因為我們可以 先選一個範圍 是部門 再選一個範圍 是獎金 然後有沒有辦法返回來 誒 可是問題 這邊好像有兩個 Function的話呢 只能Retain一個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恐怕要再多一個條件 就是你的條件 所以Function在這邊好像 沒有什麼特別優勢 所以這個 恐怕 就看看啦 在 那兩個 兩個範圍變成 你一個範圍 還多一個 還多一個條件 你要找什麼東西 所以會有三個條件 好 再來的話 這個 銷售地點 比如說呢 它這個 銷售額必須要大於 五萬 放在這邊 那一樣嘛 操入函數 我們一樣用那個 最近使用過的好了 三米幅 這個Range 要判斷條件 Criteria 這個是 可以用文字 大於五萬 可以用大於 然後 要加總 把這邊的銷售人員加起來 按確定 26個 那如果說要改VBA的話 也是一樣 把這邊 回圈範圍 然後 B欄 加的話是加C欄 所以其實可以把上面的程序 把它複製貼過來 其實這邊的話 大概就是銷售額 假如說我插入一個銷售額的一個程序 FOR I 等於15到19 然後呢 邏輯判斷 輸出售到哪裡 輸出售到這個 這個出售額 1 的 20列 所以用Range 1 20 把它輸出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直接 執行 OK 結果 一樣26 OK 這邊的畫面先我給各位一下 好 謝謝 谢谢大家